7、8、8、8、9 土城去主田里西极巷弄长照站 十一干妈店正式开幕了 找来瑜伽老师用简单的动作 邀请阿公阿嬷动起来 因为要活得好 维护健康最重要 动动手脚 摆摆身体 从现在开始 这个巷弄里的十一干妈店 就是老人家们最好的休闲活动场所 这是第一个的一个西极干妈店 我们需要期待未来土城 会有更多的里长 其实已经有很多里长在蠢蠢移动 然后我们在希望卫生部 包括社会局 府里面的社会局 包括中央卫生部 能够尽量给我们地方 比较宽育的经费来办 西极干妈店的活动 土城区长杨志弘拿起麦克风 高歌一首为长辈们带来娱乐节目 博得他们一向 让区长表示 进入高龄化社会 政府推出长照2.0 共分为ABC三级 西极巷弄长照站 主要是以照顾能够自行打理的年长者为主 让他们在这里 透过课程互动互相作伴 包括他的养生运动 包括意志的游戏 或者是说桌游 或者是我们刚才有选的 那个聚办共餐的活动 让他们在这里有找到老朋友 然后他们也能够在这里很欢乐的 度过他们的大概是晚年这样子 让他的晚辈也没有后顾之忧 感觉有比较好 不然我上了就怎么 有这么滑 开桌三四次 腹部也开桌 再再腹部再摸回去 不然会惹 现在惹是留得会惹 惹没痕 比较努力 学习很好 我们这里的旅館也很赞 扮这个活动 让我们这个抹桌船向上提升 我们老大人 大家都变得很有所调 做运动 身体变得很好 有可以休闲 活动 唱歌 就比较不会在家那么无聊 那我是觉得这种活动一定是好的 我们就来先参加试看看 很好的话我们就会长期来参加 主田里推动的巷弄长照站 是唯一由礼办公处申请 并经由卫福部合定为 西级巷弄长照站的据点 主要是服务临托 伙伴共餐 抑制游戏等内容 离长旅会美将来希望 能够为社区长辈做得更多 提供包含了电话访问 实力关怀和送餐等服务 中家新闻的日理家豪 土城报道